聚宝盆 很久以前 有一个读书人 他虽然贫穷 但是很善良 有一天 他刚好碰到一个农民 抓住了一只青蛙 而且他在一只 而且这只青蛙 马上就要被杀死了 青蛙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读书人不忍心 这只青蛙被杀掉 就决定跟农民交换 他从身上掏出一串铜钱 交给农民 这钱本来是用来买米的 但是还是决定 先从农民那儿买下青蛙 然后他把青蛙放到了池塘里 让他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再被人抓住 过了不久 读书人的家里 来了一位穿着绿色衣服的年轻人 他告诉读书人 我就是那天被您救下的那只青蛙 我是来报答你的 谢谢你救了我 话一说完 年轻人 年轻人 结果他看到满满的整个瓦盆 都是他掉下去的戒指 他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 读书人又将一枚铜钱掉落在了瓦盆里 不可思议的是 盆里马上变出了许许多多的铜钱 把整个瓦盆都堆满了 读书人看到满盆的铜钱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觉得太神奇了 小小的瓦盆竟然什么都能变出来 连钱都能变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他决定要再多做几次试验 看看同样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 于是他找来一些金元宝和银元宝 把他们全部丢到瓦盆里去 结果整个瓦盆里全都是金元宝和银元宝 原来这个瓦盆是一个巨宝盆呢 可以带来不可想象的财富 有了聚宝盆 读书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还成为了一个大富翁 没有谁的财富能比他的多 但是他还是那么的心地善良 他也从没有忘记过去贫穷的生活 所以他经常会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们